贾启培跟香肠英国首相苏纳克化身服务员 在伦敦的基友中心帮慈善团体发放免费的早餐 他也展现亲和力和街友聊天拉近关系 这段画面曝光立刻遭到外界批评 首相简直是不知民间疾苦 苏纳克在从政前是美国跨国投行高盛的银行家 他太太娘家也是印度的富豪家族 身家高达了8.25亿英镑大约305亿台币 据说比遗孤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以及现任的国王都还要有钱 随着能源账单狂涨 英国通膨率飙升至40年来的高点 首相竟然还问街友有没有工作 英国在耶诞节前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筹 疫情下连医护也罢工 可能成为长期衰退的倒股线 如今苏纳克哀哄和不食肉迷 接下来是否能够熬过漫长的罢工席 推动经济复苏也成了一大挑战 记者综合不到